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就算有一些心计也算不得太深 至于哑巴 他一方面寻找陈慈 寻找聚儿王墓的结构图 一方面又不承认和我们陈家有关系 种种线索结合起来 却是十分矛盾 让人难以理解 事到如今 我们的谈话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三人回到队伍中 其余人已经商量出一个方案 决定派一个人用绳索拴着 防止迷路 去攀到上方冰洞中 探明那冰中人的身份 这个其余人多多少少有些花头 心知如果冰中人真是哑巴 那么冰洞中很可能会有其他什么东西 方案虽然商议出 却没有人自高奋勇 其实我有些想不明白 哑巴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人 其实我们中的很多人手 都是可以撤销的 这一点和赵老头运送大量信使 金山倒是有一个相似点 这哑巴和赵老头二人 到底打得什么算盘呢 吕肃见没有人出头 笑了笑 对我说 师兄弟 我上去看看 你在下面接应一下 我想到那个青面白眼的鬼影 心说有吕肃这把凶刀在 那玩意儿估摸着不敢靠近 他要一走 还不知会出什么变故呢 这底下集子柔柔弱弱 风一吹就倒 豆腐不靠谱 萌萌冲动 老烟枪和黑泥酒都比较滑头 酒缝鬼手还稍微可靠一些 实在不保险 于是我让吕肃留下 自己携带武器进入冰洞 根据冰洞入口的倾斜度 我们能大致判断冰洞的走势 靠向冰中人的洞口 约莫有十来个 但这十来个洞口 到了深处 很可能是相通的 因此 最主要的就是认清方位 我携带了武器 翻出头灯带上 胸口的衣兜里放着指南针 靠着搭人梯 爬进了一个冰洞里面 为了保险起见 腰间拴了一条绳索 绳索的另一头 留在吕肃等人手里 这样就算摸不到 冰中人所在的位置 至少也不会迷路 一进入冰洞 昏黄的灯光 将周围的一切 都印上了琥珀色 悬兵通透 隔着往下看 还隐隐约约 能看见豆腐等人的身影 只是 越往前爬 冰洞走势就逐渐升高 底部的冰层逐渐加厚 渐渐的 便也什么都看不清楚了 虚语 我眼前出现了一些 连通的冰洞 形成了密密麻麻 中网一样的插道 索性 我有指南针 认准了方位 一直往前爬 拴着我身上的绳索 有四十多米长 如果算直线距离 几乎和冰中人 所在位置相差无几 但是冰洞里 弯弯曲曲 岔道横生 时不时就会爬到死路处 绕来拐去 绳索实在不够用 爬了四十米之后 冰中人连影子都看不到 腰间绳索却绷紧了 无奈 我只能解开绳索 继续往前前 好在事先有过约定 如果出现什么变故 我会鸣枪射击 这地方全是悬兵 不用担心雪崩 枪也可以放心大胆地用了 在此之前 这条绳索 是可以暂时 当作一个路标的 接下来 没有绳索的路 每怕一段 我便在兵壁上 造一个记号 如此一来 停停走走 破费时间 约磨半个多小时 我前方的洞口 忽然开始变宽 使得我从一开始 爬行的姿势 慢慢改成跪爬 到最近 已经有一人高了 可以直接在里面 行走起来了 与此同时 原本气息凛冽的冰冻中 出现一种 若有若无的臭味 像是什么动物的 粪便一般 我心中警惕 心知众人的推测成真 想不到 这悬兵层中 竟然含有活物 随着距离的拉近 那股味道 也逐渐更加浓烈起来 就在这时 我视线尽头中 猛然出现一双人手 那双人手 骨结分明 十分苍白 从冰层中伸出来 除此之外 其余东西 都藏在冰的下面 我立刻意识到 冰中人就在这里 当即便快步走过去 与此同时 冰中人仿佛听到我的脚步声 回应地伸了伸手 仿佛希望我拉他出来 不用说 铁定是哑巴无疑了 我虽然松了口气 但同时也担心 会有什么东西 忽然窜出来 因此右手一直提着枪 走到那双手旁边时 我朝下一看 我立刻看到一头黑发 与此同时 冰中人也抬起头来 说了一声救命 我一看他的面貌 顿时倒抽一口凉气 顿时哪里是哑巴呀 分明是一个大粽子 紧接着我反应过来 粽子是不会说话的 这个脸已经烂了一半 肉被冻成青白色的人 应该是一个信使 我被惊得不轻 这时也明白 刚才闻到的恶臭 不是什么粪便味道 而是从信使身上散发出来的 只不过这里温度比较低 因此湿臭不太浓郁 让人一时没有察觉出来 仔细一看 他整个人陷入一个树状冰冻之中 并没有冰封之类的现象 按理说 应该可以自己爬出来才对呀 但他现在的情况 似乎无法动弹 这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信使和粽子不一样 他们有语言有思维的 再说也不是第一次见了 除了刚才一瞬间被惊吓住 这会儿也没有什么其他感觉 便问他 你是赵二爷的人 他脸上肉有一半都是烂的 眼中子也只有一只 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只是用一种极其痛苦的声音 双手抓挠着说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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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他的模样 似乎也没有危险 更何况信使续命 得找亲近的人下手 比如父母 欺而等 这实在是一个很变态的东西 因为要想活下去 就得杀自己最亲近的人 我和眼前的信使 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杀我也没用 应该不会生起什么歪心思 于是我说 我救你出来 不过你乖乖配合 事后可别给我找麻烦 他点了点头 正当我的手靠近他 准备将他拉进来时 他腐烂的脸忽然争鸣起来 对我说 快躲起来 他回来了 他回来了 快 我被他惊恐 几乎快要争鸣的脸 给惊住了 二话不说 转身就跑 跑到拐角处躲起来 关闭了灯光 一手拿着匕首 一手握着墙 它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不过连信使 都会中招和恐惧的东西 我必须得更加小心 想到此处 我蹲下身 侧耳倾听着前方的动静 灯光已关 周围黑的 身手不见五指 我耳里只听到 一阵咯咯咯的声音 一开始没反应过来 紧接着才明白过来 这是那个信使 恐惧时 牙齿颤抖的摩擦声 我的心脏忍不住 扑动扑动 狂跳起来了 是什么呀 让信使如此恐惧 这一刻 我忽然有些感激 这个信使 因为它至少提醒我 躲起来 否则 我恐怕和他一样 面对这个东西了 此时 伴随着信使 咯咯咯的打颤声 从远处 还传来一阵 啪哒啪哒的声音 正朝信使所在 方向逼近 那声音就像 鱼在案板上 挣扎的弹跳之声 又像是一个大脚 赤着脚走路 脚掌所发出的 啪哒声 声音来得很快 几乎没几秒 就到信使这边 我必见几乎 已经可以闻到 一阵心扫吻 究竟是什么东西 不等我往下想 灵动中忽然响起 轻力惨叫声 这声音来得太突然 让我惊到后退一步 下一步 煞时间注下大错 我头上头登 因为一路爬行 有些松弛 这一下顿时 掉在地上 啪的一声 我确定 肯定是那 该死的诅咒在作祟 因为头灯掉在地上 不仅发出啪哒一声 而且灯光 还瞬间亮了 我口舌发干 浑身脊肉都紧了起来 而此时 我也彻底看清楚了 那个让现实 极其恐惧的东西 那真的是一个人 一个脚很大 浑身光溜溜的人 只不过这个人的皮肤 是赤红色的 上面还有很多 墨绿的花纹 像浮柱一样 至于脸部 则浮肿不堪 像泡肿的尸体一般 此刻 他手里抓着一块 烂肉一样的东西 正要往嘴里面送 目光一转 那个信使 被提留出了一半 另外一半脸上的肉 也没有了 我几乎想要吐 但李智告诉我 这时候 吐是最傻的行为 因为此刻 那东西停止进食动作 一对骨胀胀的死鱼眼 吃狗狗盯着我 几乎是在瞬间 我就开枪了 不顾一切地朝他射击 激烈的枪响 完全不节约子弹的打法 剧烈的枪声 被冰冻构造无限扩大 真的我自己耳朵都发麻了 我相信这里的动静 吕素他们肯定是听到了 别说枪声 就信使刚才那一声 凄厉无比的惨叫 就足以让他们听到 但我这猛烈的枪击 并没有起到作用 因为他的皮肤 像像敲一般 所有打上去的子弹 竟然 都被反弹出去了 我头皮一炸呀 感觉我双腿 瞬间软成面 调了一半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